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导演组会成心的 尽量不考虑单位的去邀请人 从而得到最好的效果 如今市面上的两档王牌节目跑男与极限挑战便是如此 后者男人帮相辅相成 各有笑点 先着兄弟团分配担当得当 有人负责力量就有人专注于脑力解答 卑鄙作为最初被选中的女MC 在跑男这个舞台上贡献了太多的名场面 越是悬一烧脑的游戏 他的发挥就越精彩 在扑克大战中 要不是宋雨琪及时清醒 看出了他与张大大的不对劲 估计运气好点的话 他就能作为第三方获胜了 原本第三期的镜中人主题也很适合他的 看起来就像是微恐元素的 然而很可惜的是 由于要回去拍剧 他只能暂别录制 不过好在 一个元老级成员走了 没表现出本该有的效果 另一位老成员们就靠经验与力量 把新成员与飞行嘉宾们玩的团叛转 这个人 便是卑鄙曾经的周五情侣搭档 郑凯 健身有所成效 混战轻松获胜 答题环接助力队伍首次获得正分 论身形 郑凯或许不是团队里最壮的 有时候高个子的飞行嘉宾来了 他也不占优势 但只要坚持锻炼 这运动中发现的小技巧 在需要巧劲的项目中就会增加迎面 为了获得查验身份的机会 在五人混战中郑凯主动出击 在周深与张一山夹击他的情况下 下意识地用三招就锁住张一山 最终用劲甩掉周深 连盖住往白露那踢一脚 白露害怕之下放手 他一下子就解决了两个对手 轻松拿下查验资格 体力好 知识面也广 当被问及光头形象的一人时 队友达了还没一轮 就开始重复葛优了 而他 徐峥 巨石 强森 宝贝尔三连击 要不是有他的存在 队伍很难获胜 开场就计算好一切 看准观小彤激动性格 与宋雨琪对战壕不担心 当然他表现得最精彩的 当属是最终私名牌环节 节目组耍了个小心机 不仅隐瞒了全员镜中人的消息 而且还将线索藏匿的隐秘 让成员们一开始以为 只有通过做任务才能变成人 作为老成员 郑凯从一开始就慢慢悠悠 丝毫不慌张地 聪明如他 应该早就推测出了节目组的套路 在大家注击变成人的时候 他就默默看住 了是镜中人的身份才是有利的 所以当张一山气势汹汹而来时 他倒是没有过多的反抗 拿到身份就远离战场 而后比赛来到决赛圈 在宋雨琪撕掉范城城之后 场上就剩下他与郑凯关小童三人 他的计划是撕掉郑凯 然后他与关小童PK的 而郑凯则聪明更甚 他假装付出全部努力再撕名牌 实际上故意把自己的后背给关小童 关小童虽然嘴上说出自己想摆烂 但眼看名牌就在自己的眼前 哪里有忍得住不思的道理 于是上手一扯 正好中了郑凯的圈套 郑凯就是要两个妹妹撕 而后自己找NPC换身份 妹妹们还是太年轻了 宋雨琪快速撕完关小童 想住去敲碎镜子 没想到等待他的 确实早就完成好算计的郑凯 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 郑凯毫无例外地取得了胜利 新的一期 完全可以看作是他的个人秀 不愧是初代导演选出来的人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